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我是千秒 最近努力做做做 終於把之前休息的時候 經歇下來的賽車影片都搞定啦 現在完成了,就來準備新賽季吧 之前那一季的時候,GTS加入PRB的行列 跟AC分為兩個賽季,然後隔週舉辦 日本是期待車手會兩邊都參加 然後就算沒有的話也互相討論啊,一起關注比賽 可是很可惜啊,變成很多車手都是隔週活躍 有自己比賽的那一週才會在聊天室裡面討論 沒有的時候就消失了 雖然說跨遊戲的討論可能會有點困難 車輛不一樣,賽道收入也不一樣,車子的設定也不一樣 就是希望大家關注比賽,一樣都是賽車嘛 所以本期做了一點小改動 小嗎? 特別做了這個影片來說明 也讓看比賽的人能夠更了解我們到底在幹什麼 不會像我剛開始看賽車的時候 什麼都搞不清楚,根本不知道他們在幹嘛 然後上網查資料也不是很好找 為什麼? 這次比賽總共24場,全部都是進場練習 排外20分鐘,正賽90分鐘的模式 從5月20號開始,每週日晚上10點到12點舉辦 廁所可能9點30,開始入場練習 比賽將輪流使用Acento Corsa,Gran Turismo Sports,Hondra Cors 2 賽的遊戲,每個遊戲有8場比賽 AC所使用的賽車是DTM跟86 輪流,舊的86,原廠的 DTM是90年代的德國防車賽 可以選Alfa Romeo E5 冰原大陸的M3 E30 然後Mercedes-Benz E901 EBO 第三台 GTS的賽車則是用GR4跟F150 SVT輪流 GR4的車輛相當於現實中的GT4 再加上GTS遊戲中,一些幻想車所組成 可以選的有就很多了 總共應該是27台吧 大家就進一進遊戲找GR4吧 PC號的部分則是只有GRA沒有單一車種 GRA是以前市售車趕中參賽的組別 遊戲中可以選的車輛有Mercedes-Benz E901 BMW M3 Sport EVO GRA Ford Sierra Core Sports RS500 奧迪VA的Quadro 跟Nissan Skyline GTR BMR32 跟AC玩的DTM是有兩台車是重複的 實際上參加過GRA的車輛 但不只這些 曾經是非常受歡迎的一個比賽 10點10分開始 排位有20分鐘 到10點半 這個時候仍然可以進場 10點30起跑 GTS如果卡Bug 自動駕駛的話 請用那件聊天室告知 然後全人退出比賽 我會重新開一個房 然後由我依照剛剛排位的順序 手動調整起跑順序 如果從一位車手再一次卡住的話 就不再重啟 壞人卡住的話 一上一步再重啟一遍 耗時超過30分鐘的話 比賽就會縮短至60分 再來不管有沒有人卡住 就直接進入正賽 10點半到12點 約90分鐘 組別車輛 AC的DTM GTS的GR4 跟PCR的GRA 整個比賽都只能使用同一台車輛 中間是無法更換的 大家選車輛的時候 要考慮清楚 再來一筆 詳細的比賽日期跟場地預定是 2排列 地區 2排列 1排列 1排列 2排列 1排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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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排列 1排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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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第二次再少於Bug的話 那場比賽就取消 當作沒有發生過 如果是想看比賽的話 記得按一下訂閱 並打開旁邊的小鈴鐺 這樣就不會錯過任何的比賽啦 然後報名是一樣 這個是這次比賽的報名表 我會把連結放在說明欄中 報名有分成兩種 第一種是原本的個人賽 就填上例稱PSN 確認參與的遊戲只是這次多的 然後選擇使用的車輛 這樣就可以完成了 跟原本幾乎沒有什麼差別 就很簡單 完全不複雜 個人賽不管參加幾個遊戲 最後總計成績 只要計算較高的8場 就是等於是參加了 其中一個遊戲的賽季 就是拔場 那你如果只想參加一個的話 你絕對是不會吃虧的 不過這個目的 最主要是要鼓勵大家去玩不習慣的遊戲 跑不好的話就去嘗試看看沒有關係 就算掉車尾也不會影響到成績 第二種是團體賽 自己尋找不同遊戲的隊友 例如A車手 或只有AC跟PG2 可以找一個有GTS的B車手 兩個人一起組隊報名參加隊伍總積分的競爭 或例如C中1三位車手 都有三個遊戲 我們也可以一個人負責一個遊戲的隊伍積分 這兩個人一起組隊報名參加隊伍總積分的競爭 如果找不到隊友的話 但想參加總積分競爭怎麼辦呢 只要在自己的遊戲填上自己的ID 其他留空 那我就會分派其他一樣是這樣填的人跟你組 當然想當別人人自己成一個團體 一個人全報也是OK的 如果你有三個遊戲的話 像我一樣就可以自己一個人全報 隊伍成人報名的時候 請互相填對方的ID 整個隊伍的人要相對、對應 這樣子隊伍才會成立 不能亂填其他人當你的隊友 對方也要填你才可以 而且一定要三個遊戲都有人負責 才能夠成團 不然就直接少了三分之一 或者三分之二的積分 那就沒有辦法玩了嘛 分配的部分 就會依照報名的優先順序去分配 所以怕沒有隊友的話 可以趕快報名 團隊積分的話 團隊積分只會登記 負責那個遊戲車手獲得的積分 舉個例大家應該會比較好懂 假設ABC三個人組隊 A負責AC B負責GTS C負責PCR 經過三場比賽之後 第一場AC A拿了20分 B拿了15分 C拿了11分 第二場GTS得分一樣 第三場PCR得分還是一樣 那這樣的話 A目前的總分就是60分 那B目前的總分就是45分 C目前的總分是33分 隊伍目前的總分則是20分 DAC拿A的成績 加15分 GTS拿B的成績 加11分 PIZZA拿C的成績 所以隊伍總分是46分 然後計分呢 這次計分方式分為8到10人比較少人數的 跟11到16人滿房比較多人數的 比賽確定不會有超過16人開第二房的情況 如果那場比賽真的有超過16人想要參加 那就以誰先回報我 這個禮拜確定能夠參賽 為優先順序可以進場 超過的的話 就只能 抱歉下一場再來了 8到10人的部分 是從20分 第一名20分 第二名15分 第三名11分 第四名8分 第五名6分 第六名5分 接下來4 3 2 1這樣子下去 跟之前我們的比賽是一樣的計分方式 11到16人的話 是從25分開始 25分 20分 16分 然後13分 然後11分 10分 987這樣下去 到最後 基本上是希望大家不要白跑來參加9分數 就算你斷線撞車沒有停在路邊 後方要滿故障 等等的原因 退賽 都還是會計算你的車子停在那位置 最後的排名是多少 來計分 來計分 AC的話就要 提供 比賽的錄影給我 才算 像是Y選手跑很快 但最後一圈快過終點時斷線了 Y選手後面的車中被他超圈 沒有人能夠達到相同的圈數 Y選手就還是維持原本的名次完善 如果只有部分人的超車 Y選手還是能取得一定的名次 很棒吧 有什麼規則呢 AC跟GTS因為缺乏了完整的時間 超過一圈以上就會變成一切一圈 那90分鐘內久賽的話 套的圈是很常見的 加後面呢 就沒有辦法做加時的判法 而且這兩個遊戲也缺乏了遊戲內自動的看法系統 AC是沒有碰撞懲罰 GTS是撞的懲罰 非常的奇怪 所以就採用賽後人工判罰的方式 AC要提供我比賽自己的影片 如果不知道怎麼錄影的話 可以點右上方資訊卡這個連結 去看我所做的PS內建錄影的介紹 GTS的話我就是會自己看重播 然後看大家有沒有違規這樣 PCR則是因為內建的系統就很OK了 所以這部分我就不再做任何事 讓它自己判定 以下規則都是針對AC跟GTS的 我還是建議玩PCR的車手 可以看一下大概的規則是怎麼樣 基本上是差不多這樣子來判定的 系統裡面也是差不多這樣子來判定的 以下犯規項目 若沒有重齡扣分就依照這個規則扣分 受害者損失名刺 但未失控衝出賽道 0.25分 受害者失控衝出賽道 但未有嚴重損壞 0.5分 受害者因撞擊造成車輛功能不全 但還能行駛 0.75分 受害者因為撞擊造成車輛無法繼續行駛 只能使用選單回到PIT 1分 這是只有AC才有的 因為GTS是撞不壞的 PCR撞爆了的話 那個人就直接退散 那總監應該是會開罰的 另外 每一場的 第一名總扣分會乘以5 第二名總扣分會乘以4 第三名總扣分乘以3 第四名總扣分乘以2 第五名以後的總扣分都乘以1 也就是只要頂人家出去兩次以上 或是在PIT 群危險穿越標線一次以上 那就一定會掉位哦 並且像上一季 跑在比較前面呢 有一些違規的話 是對名次沒有影響 反而是後面的 比較會受到影響 這樣不太公平 規則1 進攻時碰撞 兩車並排 前車的後輪 對到後車的前輪 此時兩車共享路 若發生碰撞 則是屬於超過中線的那一方 還沒有並排的時候 前車有全部的路權 若發生碰撞 造成前車的損失 後車必須承擔造勢責任 這邊另外再說明一下 如果您已經把人家撞出去了 不要在那邊減速讓它過 避免後面的車子追撞造成跟大家車禍 還位置不會被扣分 只有在對方未衝出賽道的情況下 把位置還給他 那損失明次這一點就不算 如果衝出賽道的話 就算停下來還是會扣分的 所以請不要停下來 規則2 直線換線防守只能夠兩次 不可以蛇行 也就是從原本出發的這個車道線 離開之後不能再回告原本這個線 而且在過程中 換線的次數只能夠兩次 如果超過兩次的話 就會扣除0.5分 因此發生碰撞就會扣1分 規則是按AC限定的 黃旗出現代表前車發生事故 請小心通過 這段時間不可以超車 超車者判罰0.5分 PCR跟GTS都有系統判定 就不另外扣分 規則4 畫面中出現藍機 代表已經被後面那台車套圈了 需立刻找機會安全的抵當該車通過 阻擋者需要判罰0.5分 通過的時候發生碰撞的話 就依照第一條規定 讓車過後可以重新開始跟藍機車輛競爭 因為食物被套圈不用擔心 沒有辦法追悔 讓車的時候請注意 在直線上讓車 放油門讓車 不要下車 避免後車來不及反應追撞 彎道上讓車 就是避開最佳的行車線 讓對方從行車線上快速通過 規則5 進出皮特地上會有皮特的車道線 需要沿著車道線前進 不可以立刻回到比賽路線上 以免發生事故 壓線者判罰1分 這條在之前罰了不少人 快越皮特線是非常非常危險的 可能會被後車快速的追撞 請大家務必記得不要壓到皮特線 規則6 失控重駐賽道時 返回賽道需要注意 不可阻擋後方車輛行車線 失控停在路中間時 再次移動前 必須等待後方接近車輛通過 才能再次移動 避免造成第二次撞擊 規則7 也是AC限定 AC可以使用選單快速的飛回皮特 恢復車輛的設定狀態 在正賽中 只要車輛還可以行駛 就不可以使用選單飛回皮特 來躲避進入皮特維修的這個時間 違反者每次會扣除0.5分 比賽怎麼設定 接下來說說各個遊戲的比賽設定 剛才要練習的時候 可以模擬比賽的情境哦 AC篇 否則的部分自動離合器是關閉的 TC是依照車輛原廠狀態 ABS也是依照車輛原廠狀態 車輛穩定的部分是關閉的 輪胎電熱台 開讓比賽開始的時候 車子就是熱的 輪胎就是熱的 真實性的部分 燃油效率 JC是100 車輛損傷 100 輪胎消耗 100 允許開出賽道的輪胎是2顆 第三顆的話排位時間會不算 正賽有可能會被馬超捷徑 這部分由系統自行判禮 比賽的環境設定 時間是當天的下午 3點天氣 會用當地當天的天氣 就是我會去搜尋賽道 當天的天氣是什麼 溫度是當地當天 最高的溫度 白天的溫度 地面狀態是會根據天氣 從最髒到最乾淨做調整 像下雪就會是最髒 然後大晴天就會是最乾淨 PCR偏 PCR的部分 賽事設定 長度類型是使用時間 跟AC不一樣 AC是預估90分鐘要跑多少圈 然後再決定圈數 PCR是有耐久賽模式 所以用時間長度 開始時間 第一場12點 第二場10點 第三場8點 第四場6點 第五場20點 第六場18點 第七場16點 第八場最後一場是14點 所以每一場的開始時間都不一樣 景色也會不一樣 也就是會有夜賽 這是很令人期待的一件事情 時間進展的部分是即時 賽季是根據比賽日期的季節 我們的比賽從5月一直涵蓋到10月 所以會有季節的變化 而季節就會影響到當地的氣溫 然後天氣預報的話是當天的天氣 一樣我會去查天氣 然後還有四個空格可以填 我就看有幾個 我就填幾個 天氣的進展是即時 隨機的 不一定會發生什麼事情 很令人期待啊 起跑類型 動態起跑 手動的軟胎圈是4 大家一開始必須要先慢慢的繞一圈 暖身賽的時候這個部分有些問題 到時候可能要練一下 強制進展是4 真實性設定 允許自動發動引擎是4 強制車輛視點4 強制關閉行車線4 強制預設設定4 強制手動排檔4 強制真實駕駛輔助系統4 損害類型影響性能 讓大家不會無法完賽 只是會車子歪掉之類的 機械故障4 允許幽靈車輛 否 強制手動進展 否 進展失誤 是 有可能進展會失誤 這就只能算你倒楣 試試看有不有趣 如果不太有趣的話 這個部分可能會在比賽 賽季中做修法 輪胎耗損真實 油耗真實 強制輪胎圈否 常規與規則 常規懲罰開 賽道限制 允許駕駛處罰 10秒 10秒以上就會去得來速 叫你去 皮特區繞一圈 通過維修區處罰 開 出維修區處罰 就是壓到皮特白線 前面講過的 最後是開 競爭性賽車時照 是否 GTS篇 競賽設定 起跑方式 動態起跑 起跑排位 一記錄排位 後車加速 無 VH效應 擬針 破損表現 開 零件損毀 輕度 魂胎磨號 一倍 燃料消耗 一倍 初始燃油 預設 施滑賽道 賽道外裝 利率降低 擬針 來競賽完成 延遲 180秒 規則設定 依照類別篩選 是GR4 跟N400 性能平衡 GR4 開 F150 SVT 馬力限制 GR4 無限制 F150 417P 也就是原始狀態 車重 GR4 無限制 F150 2724公斤 也是原始狀態 最高輪胎評級 GR4賽車超輪胎 F150 跑車軟胎 最低輪胎評級 GR4賽車硬胎 F150 跑車硬胎 塗裝限制 沒有 車道限制 沒有 自動指揮車號 沒有 小型賽車關 法則設定 超捷徑懲罰 強 集號規則 開 其餘都關閉 限制 駕駛選項 除了翻轉輔助 禁止 跟自動駕駛禁止 之外 其他都是無限制 這次2018PRB90分鐘耐久賽的介紹就到這邊 歡迎大家踴躍報名 一起把房間塞滿吧 如果喜歡支持我們的比賽的話 請幫忙按個喜歡 分享出去 訂閱並打開旁邊的小鈴鐺 就不會錯播新的影片跟直播資訊喔 謝謝大家的收看 掰掰